20日早,新西兰奥克兰市中心发生一起枪击案,造成包括封首在内的第三名死亡 包括美国队挪威队在内的多支女族国家队入住酒店均在案发地附近 新西兰总理西普金斯和体育部长格兰特·罗伯逊军表示 女族事业杯的赛事将按照原计划进行 而节目站在当晚的7时开始 由于交通管制,下午2点钟我们乘车前往球场 三公里的距离大约用时40多分钟才到达伊甸公园球场 现场安检人员也是比往日明显增多 4点钟左右我们才到达了球场的媒体中心 国际足联也是在刚刚发表的声明对于遇害者表示哀悼 并对此事件的受伤者以及受到影响的球队表示慰问 事件发生后,国际足联主席樊蒂诺与新西兰政府进行了紧急沟通 国际足联认为这是一起个人的事件 那与女族世界杯无关 但是呢,位于安发地不远的球迷广场开放时间呢 目前仍未确定 我也刚刚了解到在今晚节目站前将进行一个简短的开幕式表演 那别具特色的毛利欢迎仪式将上演 据组委会透露今晚节目站将创下新西兰足球赛事的观赛人数记录 今天呢奥格兰的温度较低,气温大约在10度左右 天气阴沉刚刚下过了一场大雨 目前呢已经有观众抵达了赛场观赛 那本届女族世界杯的口号是超越伟大 希望这些女族世界杯赛事能够顺利举行